如果那麼多滴妹也不會給我錢 你可以HAT他 就是我先打6.5分 滴妹有看到建議的話再加0.5分 哈囉大家好我是Rath 那麼我們今天呢要去台中的再睡5分鐘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到後半段的時候呢 人潮是非常非常多喔 那這個時間點呢 大約是在晚上的八九點 那其實可以看得到非常非常的急喔 因為距離再睡5分鐘 關店的時間只剩下大約15分鐘 所以我們就趕快衝過去買喔 因為我們隔天啊 沒有時間再過來這間店買了 因為我們隔天就要趕快回台南了 所以我們就趕快衝啊衝啊衝啊的 趕快衝過去拍 太多了太多了 我想喝日安紅珍珠喔 你要奶味重一點 對 有奶油啊 好奶油啊 好多好多的奶 這個就是農農珍奶啊 謝謝你 阿不然呢 哈哈哈 有點特別的啊 對啊你點特別的啊 我點珍奶 但是我還要奶下 蛤 珍奶可以再奶下 沒有棉被是安紅加珍珠啊 你們要一起點嗎 好啊 那可以啊 一起附嗎 一起附就好 一起 然後 我要日安紅珍珠歐雷 珍紅珍珠歐 後奶 中杯還大杯 大杯的 大杯的 我們推薦是圍冰為堂 好啊好 那就圍冰為堂 那我一杯一樣 一樣的嗎 好的 等我一下喔 這樣一瓶的話是棉被在紅加珍珠 少冰為堂 然後另外兩杯是後奶珍珠 可以大杯的微冰為堂 那邊你要袋子嗎 不用袋子 袋子是225元 300元 3號是9號是4號 後方請稍等 謝謝你 那請問 10分 你給他打幾分 好 那不含價格你會給他幾分 對 我先從細項打分數好了 因為我還在想統整分數要多少 珍珠中規中矩給個7分 因為沒什麼特別的 尼克夏可能我還會給8分 然後紅茶還蠻香的 還不錯7.5分 然後奶蓋 奶蓋也還可以 奶蓋可以到8 總和下來的話應該差不多7.5 但是 然後杯子質感我給8分 但是總體包括價格 整杯的評價我給7分 請問這是你第一次點那個 待會5分鐘嗎 喔真的 那請問你是從哪裡來的 喔台南 喔你 你到老遠從 你到老遠跑來台南 不是 你到老遠從台南跑來拍照 等一下現在我可以先拍個照 你再問嗎 好 我們被中斷了 那個我們訪問旁邊的那位小姐 可是他沒他沒喝啊 沒喝 沒有我們就是他沒喝我們才要訪問他 為什麼你來這邊什麼都不買啊 你會不會去做記者 你會不會做YouTuber 你不會解法 你懂什麼叫愛嗎 我問你 心中有沒有愛 你有愛 你心中有愛嗎 你先回答我嘛 你心中有沒有愛嗎 還是從綜合評分開始算 嗯 珍珠你覺得 請問你覺得珍珠你會給他 我覺得珍珠還不錯啊 珍珠的話 10分我應該會給他8分 會給他8分 那單純查列勒 我覺得差不多也是8分 那你覺得 那你覺得他有到那個層次感嗎 就是那個濃厚奶香味的感覺 我吃過 嗯 你聽懂意思嗎 我覺得啊 整體來說 還不錯 那不含價格你會給他幾分 整體整 應該會有到幾分 他說幾分 分數很高耶 9分耶 9分 那含耶 請問含價格 這個75元的價格 含價格 你會給他幾分 他可能是要7分 直接掉2 直接掉2 所以你的回購率就是不高 就是可能久久會投一次這樣 對 那你可以跟我講 跟我們講一下 你覺得這一杯的 各方面細項的評分嗎 我們先從珍珠開始 珍珠我覺得算蠻Q的 所以其實我是蠻喜歡的 有點像米克夏那種蜂蜜 珍珠一樣甜甜 那因為他本身是推薦 維冰維糖 那其實我覺得 他的茶香也算蠻不錯 因為我是點那種日安紅後奶 可是你是點後奶 那這樣的話 你應該會比較喜歡他的奶味 對 那奶味我覺得有點濃 先不含價格的情況下 我覺得 總體比方我會給8.5分 含價格的話 我應該會 也是在 6.5或7分 因為我覺得以這個價格來說 他有點偏高 大概這個價格會 這杯的價格會覺得 5.5或6.5分 可以接 還是說你是以50欄啊 還是其他米克夏等連鎖店家的價格 綜合評比之後呢 綜合評比之後 以其他連鎖的知名店家 我覺得這個價格差不多是 跟他對比是6.5到7 但是我要說櫃檯人員其實很好 但是建議真的會加說 加行動支付 因為他如果人這麼多 以後一直找人就會 增加那個流程的時間 那如果你說用電子支付 他可以趕快減少那個人流的情況 然後 大家也趕快可以買一買 然後趕快拿到飲料 那很好的是 他有旁邊設那個小桌 可以讓你說去擺設說 照片啊 或是怎樣 因為他本來就是為了知名度 來買這杯飲料 所以我覺得這個設計算還好 算是設想蠻周到的 他們知道他們自己的目標客群是哪裡 有點像說我是為滴妹而來的看看 所以我覺得我也為滴妹而來 他有把這一點的形象做得很好 可是他們要在乎的點就是 客戶的回購率其實蠻重要 因為其實以這個價格來說 其他的飲料店可能一樣相同品質 他可以買到更好的 有可能鮮奶類啊 或是說更搭配這樣子 飲料店來說的話 他目前應該可以走期間限定 而且貴的搭配便宜的 例如說我買香芋波波 以最高的那個為算 然後送便宜 然後就可以送一杯日安紅茶 這樣子 我覺得算是一個比較適合的方向吧 然後或者是常常會有第二杯半價 甚至是好有日買一送一 要考量到以星巴克來講他們都會大排長龍 所以他們可能也要消化人潮 今天我覺得除了服務人員態度很好之外 包括排隊等候飲料等單的時候 都是流程都是蠻順暢的 比較不會有塞車 然後或者是動線不大 所以如果說支付比較 如果能夠用電子的話 應該會再更快速一點 台北店我沒去過 我們單純以一中街來講 連一中街路邊很多小店都很支援 來配接口證是更多家行動支付的狀態下 DMAX有算一個店面也算是一個 算姑且算知名店家好 但沒有任何的其他現金以外的 刷卡行動支付 真的有有卡電子票證的功能的話 顯得有點落後 而且疫情來講的話 這種非接觸的會比較好一點 非現金接觸是交易 我覺得也是比較好的 包括剛才沒有講到的是 雖然現在已經比較沒有到熱潮了 但是飲料店的人還是很多 可是因為為了要做道景的關係 他們入口其實有點小 然後等候區也沒有電風扇 跟冷氣的狀態下其實很慢 對 通通的部分可以再做好一點 過了那麼多DMAX也不會夠錢 好 沒關係 希望我們這部影片他有機會看到 你可以Add他 就是我先打6.5分 DMAX有看到建議的話再加0.5分 好 那我們這次就結束到這邊 再見 掰掰